市场营销策略 这节课我们主要了解两个知识点 第一个是市场营销是什么 第二个是四批营销策略是什么 市场营销的定义 简单概括来讲是指 企业针对创造顾客关系和维持顾客关系开展的各种各样的企业活动的过程 市场营销组合 MarketingMix是市场营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简单来讲就是企业针对市场营销运用的手法和开展的活动的集合 麦卡锡教授把企业开展的营销活动简单归纳为四类 提出了市场营销的四批组合 即我们所熟知的产品销售渠道促销和价格 下面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这四个营销策略要素 营销策略的第一个方面是产品 从市场营销的角度来看 包括有型的产品 无型的服务 在《分かりやすいMarketing战略》一书中 把一个产品的功能分为本质服务和辅助服务这个两个方面 本质服务并不是指所购买产品的物理特征 这个产品为什么能够让顾客满足的理由 这才是产品的本质服务 辅助服务则是指产品的品牌价值 售后服务等等这些附加的服务 营销策略的第二个方面是指流通渠道 所谓流通渠道是指产品从生产企业流转到消费者手上的全过程中 所经历的各个环节的推动力量之和 在《ゼミナルマーケティングニューモン》这本书中 流通渠道大致被分为交易的商流和物资的物流 营销策略的第三个方面是促销 促销是企业对于顾客传达自己的产品 服务形象和理念的沟通形式 广告宣传、人员推销、公共关系、销售促进 是一个企业促销组合的四大要素 营销策略的第四个方面是定价 影响定价的主要因素有三个 产品的成本、竞争对手的价格定位、顾客的消费能力 最高价格取决于顾客的消费能力、市场的需求 最低价格则取决于该产品的成本费用 在最高价格和最低价格的幅度内 企业能把这种产品的价格定多高 则取决于竞争者同种产品的价格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在下调定价的时候必须符合这两个要求 第一个是你在下调的价位是其他企业无法追随的 第二个是在下调价位之后市场规模能够随之变大 如果不符合这两个要求 企业只会陷入价格战 无法获取更丰厚的利润 炸链的利润